透過這次畢業展 我們希望可以將我們的意志 種在這塊土地當中 這次的美材都選自台灣本地 一樣是台灣的絲襪 讓我感受到它的堅韌 這次作品的名稱是 《年輕於望下》的產物 我想做的是 以我們這個世代的一種不安定感 藉由雲霧的呈現 雖然看似平穩的畫面 但是情緒的背後是隱含著衝突跟暴力 我這次的作品名稱是 《阿華檳榔》 藉由我跟奶奶相處20年的情感 作為連結 然後運用在我的文創商品 我叫李季涵 我的作品名稱為《大使之日》 創作理念是來自於 希望透過融入台灣的元素 跟一些特有的技法 在婚禮的周邊商品當中 然後能夠讓更多人看到台灣文化的獨特性 大家好 我是吳亮璇 我這次的壁製主題是很愛很愛 現在的社會氛圍中 才因為性別的關係會給予不同的束縛 還有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藉由這次的作品來表達對性別議題的關懷 我來自屏東 我這次的專題叫做《布奇老爺》社會本 由於現在的商禮都過於簡化 所以我想用繪本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傳統商商的一些流程還有內涵 希望就是年輕人在畢業之後 可以留在台灣這塊土地 選擇用我們所學的 像我們就是美術系 那我們就選擇用藝術的美介 去幫助或甚至回饋社會 將更多的理念 更多的概念跟價值觀傳遞給這個社會 並且讓社會大眾能夠看見